其实还蛮特殊的 它如果是只有日期 其实就是一个整数 就是跟1900年约要相差几天的意思 小数点部分实际上就是时间的部分 时间当然就是一个小时就是1.24 所以当然会有很多很长的一串的小数点 当然你可以再利用像 year minus day 然后hour millisecond 或者有星期几的话就week day 去做一个资料的转换 也就是因为一个日期跟时间 它其实有很多个资料 你可以利用函数可以把资料给抓出来 如果要计算年月可以用日期 日期的话其实用直接两个日期相减 其实相对的好像比较简单一些些 上个礼拜我们最后是有做到年历部分 当然我最后我们是先横向的用e day 然后再纵向的用产生a2加1 然后再做逻辑判断等等 最后的话我是有给各位一个自动化的程式 当然最后其实如果你希望全部串在一起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输出公式到储存格的这种方式来完成 只是说相对的 最后的这个部分 程式是相对的比较复杂 当然如果你回去的话 其实可以从我云端上面的参考 最后完成的程式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run run cut 然后再来最后 如果可以就是把程式删除掉 你自己再动手 如果可以的话你就run run看 那大家run出来表示说你是真的了解 那如果还是run不出来没关系 你可以把这个之前的影片也许再把它看过 我最后是有把它录下来 只是说可能讲的因为时间有限制 所以讲的也许没有办法 讲的那么的速度可能没办法放太慢 那所以如果细节 假如说你一下子没办法完全吸收的话 没关系你回去反复反复吧 像这种东西 有时候一次要完全听懂 可能对于有些同学的程度来说 是也许没办法那么快 不过没关系 你可以再花一点时间 也许在线上再学习一下 那当然有问题的话 也欢迎各位在那个下方可以留言 可以在上面互动 所以虽然说 大部分的工 大部分整个大环境是会不景气 不过你会发现有部分的行业反而是更景气 那你看那个电子商务这个也是很慌 你看现在买东西 反正现在反而就比较不会出去实体店面买 反而现在大部分都跑就到网路上买 而且买的越买越多 OK 那 像昨天本来是想说看了新闻说 大家都在买卫生纸 我想说要不要去披胸看看有没有可以买到卫生纸 一看 全部都没有了 OK 吓一跳 那 想说要不要来买个泡面 看一下 也都没有了 我还好后来就跑去那个附近超市看一下 还好超市都还正常 都还有东西可以买 其实也不用那么那么紧张 OK 那另外其实 其实教学部分我觉得 其实如果要防疫也许像这种YouTube或者是这种平台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就是在线上学习 你们不用来 然后也可以达到学习的效用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向 那只是说当然也是需要特别还要去录制这个东西 其实 需要花还是要花一点力气时间 OK 不过我每次上课都有把它录下来 所以会在论坛里面 总共一二三四五 那如果你如果觉得某部分听得比较吃力的话 我是建议你再回头看 再把前面的熟悉 因为其实说真的要真的把这个东西学会 真的不是说你今天来上一次课 你就马上一听一次就懂的话 那你真的是天才了 所以有些东西如果你暂时听不懂 没有关系 那应该是正常现象 那什么时候会懂 就是你要多练习 一次听不懂没关系 反正你就多听几遍 OK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再继续往前推进 所以请各位再看一下第四个单元 OK 就是我们练习档里面的数学函数部分 那数学其实包含统计 统计类函数 数学统计 最常用的也许就是像什么sum sum应该加总应该是sumif sumif的话就是加总 如果有条件的话 那其实什么时候会用到 像数诺分析表里面就蛮常用到sumif 如果你的资料是数字的话 它就自动帮你加总 OK 另外的话还有个com comif 如果假如不是数字 它就帮你算几个 OK 所以其实书纽分析表里面会隐含着有sumif跟comif 这相关概念 如果你没有这种概念的话 你要用书纽分析表 恐怕还是有问题 因为书纽分析表一直强调 你要做出报表之前 你一定要先产生某一个栏位 那个栏位可能是在另外一个栏位里面的其中一部分 比如说像我们要产生的是月份 对不对 可是月份是在年月日里面 日期里面 那你不可能说直接拿日期做分析 做统计 所以你必须把日期里面的月份拿出来 独立出一个栏位 你才有办法做报表 不然你没有这个栏位你怎么做报表 所以特别注意资料的分分合 那今天的话 首先请各位待会先开启这个第三个档案 数学函数这个 那实际上我们来第一个 我们来练习什么的 开启之后的话 请各位切到哪一个 切到sum这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里面 底下这个月考成绩 那一般加总这个应该最简单 加总都前面加总 可是我们现在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希望说这个加总里面 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重的部分 比如说每一次都是前面两次是3% 所以你请各位自己在上面打那个比重 那加起来60不OK 所以最后一次40好了 或者你比重你可以自己调整 然后假如说总成绩的话 就是这三个成绩 乘上这三个成绩的结果 那要怎么做 当然如果说 你用一般公式 就等于什么 等于这一个成绩 乘上上面这个成绩 加上这个成绩 乘上上面的这个比重 加上什么呢 一样 这个乘上这一个 OK 那全部完了之后的话 就是我们的月考总成绩 当然底下要向下填满 那这个比重部分不能动 因为这个比重是在第几列呢 第11列 所以其实不能动的部分 有没有 就这个嘛 因为你往下拉 它11列会变12列 那就错了 OK 参考的位置错 所以记得就是在11的前面 加个前的符号 那再往下拉 就不会错 不然你看你现在向下填满 一定会错 为什么 因为11会变12 不对 固定起来怎么办呢 很简单 请你在11的前面 加上前的符号就可以 11 只要看到11列 就把它加个前的符号 这样就OK了 那刚刚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一般习惯是F 有没有 前面这个也加 那其实说 加不加没有关系 只是说我觉得那不对 为什么 因为没事干嘛加 我们向下填满 你干嘛去锁蓝的部分 除非你是向右填满 向右填满的话 它的蓝会增加 向下填满是列增加 这概念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这种概念 有的人就两个都锁 最后做出来 做不出很多东西出来 因为有些地方只能锁列 不能锁蓝 有些地方刚好相反 这个概念如果有的话 你有这些事情就简单了 但如果没有 跟各位很多地方 你就做不出效果 后面我们会检视与参照 里面就会常遇到 所以特别是说固定 那就11打勾就可以 那再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你会发现11都固定 这三都是参照到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参照 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记得就是只要锁住 那个列的部分就好了 向下的时候 向右你就是锁蓝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另外当然 你想说两个范围相成 这个范围 有没有 跟这个范围相成的结果 放到这边好了 那实际上你可以想到 这个公式之外 你可以想到另外函数 就是所谓的那个数学函数里面的 那个sum里面 sum开头里面 也叫sum 叫poda 有没有 sumpoda呢 其实这边已经跟各位讲说 传回多个阵列或范围 实际上我们就是范围 就是两个范围相成 各相对应的元素 层击之种 层击之种 就是对应的元素相成的总和 那不就刚刚公式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以刚刚那个动作 你还可以用sumpoda来完成 那array1就是指的是这个范围 array2的话 就是指这个范围 当然它还有array3 可以很多 那只是说我们 就是做两个范围相成的结果 你会办84.4 因为我这边取到整数 按确定 这样子也就大功告成 不过呢 当然因为等一下 一样会遇到投票问题 会向下填满 所以其实d11跟f11 你还要锁起来 所以锁的话 干脆直接在11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这个再加个前的符号 然后按确定之后 看看这也取到整数好了 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的结果一模一样 所以sumpoda其实就等于什么 两个范围的成绩加总的结果 OK 那再来的话 当然我们就要来看一下VBA了 OK 所以待会也许做完这个跟这个之后 当然我们会希望之前的做法 不外乎VBA就是按下按钮 最好按下自动完成 另外一个清除 不过自动完成的话 有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把这个公式直接丢到这边来 要不就是写VBA 然后这两个方法 各位试试看 应该前面做了很多 尤其是输出公式到储存格 这是还蛮好用的 因为很多时候 你如果实在是写不出来 直接把eSale里面写出来的公式 就丢到指定储存格 里面就OK了 那再来当然你可以想制定函数方权部分 所以也许先试试看这个部分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